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说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那是义勇军 是当时东北义勇军唱的歌曲 当时实际上张志忠就扛着大刀 带了一百多干死队去跟日寇打仗 后来张志忠家里是放着棺材 是吧 抬着棺材去战场上 他动员军事 他的兵士打仗是说 今天我是和你们一起去找我们要死的地方 就是一种逼死的决心啊 所以誓死如归啊 所以这是中国军人啊 我觉得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历史 是吧 你像张宁甫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英勇的 就是为了保卫国土 是吧 为了这个中国民族的保卫人民 保卫民族 我觉得他们这些都是非常令人可敬的军人 是吧 所以中华民族它是骨头是硬的 这一点我觉得 我们过去认为这个整个国民党那么多的军人都是温暖非 其实不是这样 是吧 那么很多那个英国的以及美国的那些隋军官战的 包括护松保卫战争的 松祸战争的 他们都说 他说这是战争史上最残酷的保卫战 我也没有见过还有哪一个民族的军人这么的英勇 对中国军人都有非常非常高的评价 非常高的评价 所以这些当然我觉得后来因为蒋介石他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 是吧 那是历史发生的变化 是另一回事情 是吧 所以他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代表了更加广大的人民的利益 是吧 战败了 战胜了 打败了 战胜了 所以这是这是另一回事 但是我们读这些跟历史文学的时候 我们要去看到它的叙事在今天看起来 我们会有觉得和历史有很大的出路 是吧 那么我们怎么去理解它 我们要把它理解为在五十年代 我们需要那样一种英雄的乞丐 需要那种能够召唤人民前进的那种力量 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它 是吧 所以这些文学作品中很多国民党的那些将领 其实张领甫也是黄埔四期的 跟林彪是同班同学 所以我们都可以看到 当时国共两党战争的很多黄埔的同学是打来打去的 那么树域还是更低一级的 树域也是黄埔的 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战争可能五十年 一百年后 会有另外的一种叙述 那另当别论了 但是总而言之 确实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事情 战争 在任何情况下 它都是不应该存在的 不应该发生的 那么第三点呢 讲一下历史的奇迹化问题 就是革命传奇 英雄主义 所以在五十年代的不只有书写革命历史的那种小说 是吧 还有这样一个 还有也是对革命历史的一种叙述 但是它更加富有传奇性 那么也更加富有英雄主义 所以这个同时呢 它更多的去表现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 那么我在这里呢 只是把它们做一点细微的一种区分 是为了叙述上大家把握的一种需要 所以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文学 即是送上投资着现实的历史形象 华美 传丽 场面宏伟 绅士浩大 撂撂几部战争小说就把历史的形象复活了 这五十年代需要英雄主义 乐观主义 这二者在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的文学中 确实也结合得天衣无缝 英雄主义通常是悲剧性的 因为英雄要超越繁能 超越素食 素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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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有问题 英雄是神 是神注定的是以死亡的知识 来完成永恒之今生 但在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的作品中 英雄则可以在命运的演化中 永远占据主导地位 是绝对之神 这个关于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结合的创作方法 我觉得这个大家要掌摸一下 了解一下它是在什么一个背景下提出来的 那么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一个中央会议上 毛泽东提出要搜集一些民歌 并且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 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的理论 那么这年5月呢 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 毛泽东又提出无产级文学艺术的 应该采用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创作方法 这就是两结合的创作方法 所以这也是继讲话之后 对文艺界影响最大的理论 那么另一点呢大家也要看到 到58年中国已经不看英雄人物了 就全部看那些反派 只要国民党反动派一出来 哦我们大家就觉得演得非常有意思 是吧 觉得那个那些这个太英勇的那些 我们都不太信了 国民党出来特务特别女特务 女特务是最有魅力的 所以那个时候王小潭演的那个英雄虎胆 那个女特务是吧 把那个穿一个国民党的那个军的那个衬衣 扎一个皮带 女的穿一个靴子 哇 觉得那个不知道多么有魅力 那么我们很多同学居然这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那个 把他当作梦中情人 是吧 这个那个时候因为做梦 这个所以他也不存在政治错误 是吧 他不能公开 所以经常就会说 哎呀我昨天晚上做梦 梦到王小潭了 他所谓梦到王小潭 他都是那个英雄虎胆里面 国民党女特务的形象 是吧 所以那个时候你发现这个 能性的本能和这种政治 它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后来这些同学呢 经常这个斗司劈胸 做自我检讨的时候 就必须这样子把自己的错误说出来 是吧 大家就帮助他改正错误 所以以后不许做这样的梦 是吧 他在检讨 哎呀我昨天晚上又做梦 又梦到王小潭 是吧 穿着这个军裤 穿着靴子 还拿皮鞭打我 是吧 所以这个 那么这里呢有李银鲁的 有李银鲁的野火春风斗骨城 我觉得这部作品是写得非常好 也是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看的一部作品 那么我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读一下 那么他也是主要是反映冀中军民的抗击日寇五一大扫弹的斗争 当时是被誉为建国初级优秀的长篇小说 确实是写革命历史叙事中的 我觉得是最优秀的作品 那么这个小说呢也是富有传奇心 描写了团政委杨小冬深入敌后 在华北日美军的指挥中心保定展开内线斗争的经历 富有传奇色彩 所以这部小说确实令人耳目一新 有一股清新之气的扑面而来 所以在艺术上呢可以说超出当时的根毕史小说 我觉得有以下几点呢是值得关注 第一个是传奇色彩和神秘感 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事地下工作 一直就具有传奇性和神秘色彩 当时电影有永不消逝的电波 其实大家看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些什么风声的暗算 其实像潜伏啊是吧 这些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都有 野火成风斗骨城的永不消逝的电波 潜伏实际上就是模仿这个永不消逝的电波 我觉得那不是一样一个睡床上一个睡地板下是吧 那么就虚构出一种共产党人好像共产党人都刀枪不露是吧 这个都是都是木头人是吧 那么其实呢 这些呢都是在那个时候的革命历史小说中的 有像野火成风斗骨城写那种地下工作的神秘感 他是写的非常充分的 还有一个是地域空间感的变化 所以当时很多的小说都写的是农村 但是呢这个 这个 又生东骨城呢他写到这个 宝定骨城呢 这个 里边的生活 宝定是很有文化内涵的 是吧 在座的可能有河北的同学 那么河北省把省份放在石家庄 是吧 那个村庄这是非常错误的 如果放在宝定 是吧 离北京也静 是吧 也很有这个文化的底蕴 那么当时就有比较浓郁的这种 古城的这种氛围 这也是小说吸引人的地方 那么 书卷期的共产党的形象 我一直非常肯定的这个 这些革命历史小说中的出现这种形象 这种形象呢 是他们 试图的这个赋予这样一个 有现代以来的这样一个 小说中的那种气质 投射到这些共产党人的身上去 我觉得在这个身上呢 那时候不能写知识分子 但通过写这些革命的这个党人 他们身上所具有的知识分子的气质 在他的身上呢 潜在的去反映出某种知识分子的那种东西 是吧 那种心理 那种性格 那种语言 那种做派 那种风格 杨晓冬也是这样 是吧 他上过学 是吧 还有感性描写的细腻 这个小说的敌我斗争模式的非常清晰 故事主线为策反敌军军官 在二元对立的模式中呢 表现敌我双方的性格心理 虽然敌我双方的人性在很大程度上 被阶级性所决定 但这部革命历史传奇中 透视出少有的对人性的描写 在敌我矛盾阶级对立 民族仇恨的叙事中 也花费了大量笔墨去表现 母子姐妹亲情 恋人之间的细腻微妙情感 同志邻里之间的情谊 还别开生命里写到 敌对阵营里的观敬陶 这一人物 复杂取责的人生经历 他个人的品德 他身上的人情味 当然 观敬陶最终反遂起义 他的正面品质 既是他转向革命的依据 也成为他 完成革命正果的必要组成部分 叙事中的情调 所以这个小说 在紧张惊险的情节中推进 始终有一种和缓而温馨的情调 这在这一小说中的 《金环银环姐妹花》的刻画 非常成功 这个小说有这点 构思我觉得是非常独特的 就是《金环银环姐妹》 这个银环是在医院工作 非常漂亮的白衣天使 是吧 在我们那个年代 就是男人找对象都想找女护士 觉得女护士美丽啊 温柔啊 有文化 又会打针 是吧 所以觉得非常 很多很多 关于女护士的这种叙事和想象 构成了我们那个年代的 非常重要的一种想象 所以这个小说中的 它通过这个来设计 也是非常成功的 所以这部作品呢 是革命历史传奇文学中 不可多得的好作品 后来还有别的 李英鲁后来出了别的小说 但是都不及野火成功到古城 当然另外这里我要提到一部小说 是高于兰的小城春秋 这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小说 那么在所有的革命文学中的 这本小说是我最喜欢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肯定不是写的最好的 是吧 也不是我们文学史中评价最高的 虽然说 后来有这种说法 叫做这个 北有青春之歌啊 南有这个小城春秋 和青春之歌是对比的 但是它的名气显然没有那么大 但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这部小说 我读这部小说的时候十五岁 那么它其中有一句诗啊 在我少年的时候朝思暮想去寒海 我到今天为止 我到任何一个地方 只要一看到河 看到海 看到水 我就会想起这句诗 我想起了直到今年这个六月份 我一个人跑宁波去 有一天呢 我一个人坐着那个汽车 到那个宁波的那个河姆渡 去看河姆渡 然后沿着那个河走的时候 其实那个河不算太大 是吧 和我们这个厦门的海比起来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也会想起少年的时候 读小城春秋的那种感受 那么高玉兰自己呢 他后来果然买了两条船 他买了一条 一条船叫做南美号 一条船叫做什么开元号 那么很有意思 高玉兰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 他后来就去做生意 做生意的就买船来经营这个运输 那么又参加革命 然后呢 他把两条船呢 都捐给了革命 开元号捐给了海军 就象征性的 他大概很便宜 几十块钱就卖卖掉了 那南美号呢 也捐给了解放军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 非常有乐血 非常浪漫的人 所以这点我是非常 非常喜欢那部小说中 所洋溢的青春气息 与浪漫情调 我觉得是非常吸引我 就是有一个教育家讲 他说15岁以前 读过的东西决定了你的一生 那么这句话真的是烂我 深信不疑 我想起来 我15岁读的这个小春春秋 确实始终有一种东西 引导在我的一种心里 我觉得 这是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种记忆 好 今天我们讲了这个革命历史叙事 又没有时间给大家提问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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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